大家好呀,说起射箱,剃刀,巨头,护纹 这些我们熟悉的动雄龟客小射箱龟属的小射箱类弹龟 在众多龟友心目中无疑是扮演着小超人的角色 大多体型迷你的小射箱类弹龟 无论是沼泽还是溪流,浅滩还是深潭 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高度水期也没有特别复杂的环境要求 还能适应冷水环境 晒被需求也不算高 这些特点让小射箱类弹龟们更适合家庭室内小空间饲养 不过弹龟目前价格虚高,性价比偏低 现在弹龟的热度够高了,我就不凑热闹了 这期视频就是简单任任龟,不做任何推荐 所以咱们介绍两种国内很难见到,比较冷门的小射箱类弹 平背射箱龟,这是一种生活在阿拉巴马州北部 溪流型的底漆水龟 平背射箱龟最显著的特征我不说大伙也都知道了 就是扁,其学名种价词的意思就是指一种逼则压抑的感觉 这样略显怪异的造型主要有两点作用 一是方便自己钻水域间的石缝,来躲避天敌天灾 也能固定自己,让天敌没那么容易把自己从石缝里薅出来 有相同求生策略的还有饼干鹿龟 以及咱们前段时间刚讲过的巨猿必可归 二是以扁平的体型来对抗湍急的水流 这也是很多溪流型水龟的必修课 具体可以参考鹰嘴龟 相对于性情凶利的同属兄弟 平背摄像龟的性格则更显羞怯和温顺 平背摄像龟本身就是地域性的小种群 又因为人类活动的影响 哪怕在原产地,种群情况也不容乐观 是小摄像龟属的几个哥们儿里混得最惨的 国内就更不要想了 据说有价无师到一只就要六位属 国内龟上就是想炒 那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水 在平背摄像龟的南边 生活着中间摄像龟 同样是成体背价只有十厘米左右的小型水龟 其学名种家词有中间的含义 这个名字可谓明智石龟 后面会说到 也有中文科普板块叫阿拉巴马摄像龟 虽然平背和中间都在阿拉巴马州 但二者离得可不近 中间还隔着阿拉巴马河 中间摄像龟分布范围比平背摄像龟广 但也是个地域性小种群 仅在阿拉巴马州东南部的查克托哈奇河 科内库 以及佛罗里达州西北部的埃斯康比亚等区域分布 这块地方也恰好处于巨头和摄像栖息地的中间地带 就连中间摄像龟的一些外观特征 都介于巨头和虎文之间 难怪叫中间摄像龟呢 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 中间摄像龟都被认为是巨头和虎文杂交的产物 直到2017年才成为小摄像龟属的独立成员 不过说实话 我是在纸上谈兵 我并不能分辨中间虎文和巨头 它们确实太像了 中间摄像龟的头颈上有点有文 右龟副甲也很鲜艳 同样存在脑袋很大的个体 中间摄像龟在国内龟虫市场上也有个体买卖 一只大几千小万吧 但是咱们龟市的氛围大家也都清楚 一些龟商为了挣家人们的钱 啥都敢往外说 主打一个信口开河 拿小鳄龟举例子 本来我觉得一掰脖子一翻不浪 就能鉴定佛恶唇杂就够离谱了 结果最近又发现了个直播见唇 视频画面里打眼一看 就能鉴定唇杂 我就感觉这太牛掰了 什么解剖学 形态学 分子生物学 都得催地上给这帮龟商磕一个 再说回中间摄像龟 这里面可太乱了 什么新老巨头 虎巨杂交 一会儿说是巨头不同的地域种群 一会儿又说这就是中间摄像龟 也不知道自己搭几千刀手的龟究竟是个啥 咱们普通龟有何必趟这浑水 在一切都不明朗的时候 愉快允养才是王道